女子拿玉如意见宝 称是奶奶的传家宝 专家见宁后竟大吃一惊 慌忙问道 你奶奶是何人 她难道认识慈禧太后 这话说得众人都惊呆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很多人都对古董文物感兴趣 收藏文物不仅可以陶冶情操 还能有很高的升职空间 但是藏品通过各种途径获得 真假总是难以确定 于是很多人都会带着宝物 参加健宝节目 今天的故事就是其中一期 这段节目上来了一位女嘉宾 女子上台后说道 大家好 我姓林 主称微笑地说 林小姐你好 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宝物啊 女子回答说 是一个玉器 这个玉器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 这话说完在场的众人都惊讶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器这么厉害 能让女子说出这样的话 这时主称说道 看样子你这个玉器很不一般 快拿出来给大家开开眼 于是女子便从盒子里拿出她的藏品 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玉如意 这个玉如意看起来非常的精美 做工也是精细讲究 主持人不禁说道 好漂亮的玉如意 可堪称是精品了 那这么精致的玉如意 你是怎么得到的呀 是家中祖传的 还是买来收藏的呢 女子回答说 不是买来的 这个玉如意是我的传家宝 在家中已经很多年了 一直是我奶奶在保管 奶奶很珍惜这个玉如意 旁人碰都不能碰的 这话说完众人略有疑问 奶奶把传家宝看得还挺严实的 那这位女子怎么拿来建宝了 难不成是偷来的 主称说道 既然你拿着来建宝 那看样子奶奶选中的 有缘人是你啊 女子笑了下说道 算是吧 奶奶挺看重我的 也很疼爱我 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奶奶就把这个珍藏的玉如意给漏 她说自己也没有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就只有这么一个祖传的玉如意 于是就把它送给我当做嫁妆 奶奶祖传的玉如意 送给孙女当嫁妆 不得不说 这奶奶是真疼孙女 女子接着说道 奶奶说以后我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把这个换点钱用 也能帮助自己解决难关 这话说完 众人纷纷感动了 这个奶奶对孙女还真是好啊 把唯一值钱的物件都愿意拿出来 主持人也是说道 看来奶奶对你还真是不错了 那你怎么想着来建宝了 难道还怀疑这个是假的 女子说道 我并不认为这是假的 这是奶奶给我的宝贝 在我心中 它就是无价之宝的存在 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是想知道它能值多少钱 其实啊 这也是奶奶的意思 奶奶把它给我实际和我说 这个玉如意应该是个古董 但是能值多少钱 她也不知道 于是啊 将我带来让专家给看看 主持人说道 那接下来就专家来辨别真假 于是啊 女子就把玉如意交到了专家的手中 专家拿到后就开始了仔细的研究 只见得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遍 然后还和别的专家一起交流 这样的情况让人们疑惑 难道这个玉如意真有什么玄机 终于啊 专家鉴定完毕 但却变得十分激动 慌忙向女子问道 你奶奶是谁 难道认识慈禧太后 这话一出众人都惊呆了 专家何出此问呢 看到大家都满脸疑问 于是啊 专家便先说起这个玉如意 他表示这个玉如意在材质方面用得非常足 可堪称是极好的上等预期 从造型上看设计的非常的有特点 上面的雕刻技术也是极好的 雕工非常的精美 触感很光滑 预质也是很温润 从整体风格上来看属于清朝末年的特点 而且一看啊 就是出自宫廷里的东西 这时在场的观众都惊讶了 没想到这个玉如意来头还挺大的 那为什么说这个玉如意珍贵呢 专家接着表示 因为这种玉如意啊 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只有身份尊贵显赫之人 才有可能有或者是被赏赐的 而且啊 很有可能就是慈禧太后赏赐的 这块玉如意既然出自慈禧太后手里 那这肯定是不一般 专家接着说道 因为慈禧太后非常喜欢玉器 仔细观察这个玉器 可以发现上面有刻字 通过观察发现 应该是属于宫廷 而且啊 应该是慈禧太后用来赏人用的 这话说完众人都大吃一惊 而女子听到后就更是惊讶不已 她没想到 奶奶的这块玉如意 竟然是出自宫廷的物件 那既然这个玉如意如此珍贵 那她能值多少钱呢 这不仅是观众最期待的 也是女子此次健保的主要目的 此时啊 众人都十分的好奇 接下来便是专家的估价 几位专家一同商量了一下 然后专家就说道 这个玉如意整体来看非常精美 尤其是它的雕工和制作手法 非常的细腻 几乎没有一点瑕疵 又是出自宫廷里大师级的工匠 因此啊根据市场价 它的价格应该在一百万左右 这样的报价震惊了很多人 女子对此也是很惊讶 没想到奶奶留给自己的玉如意 这么值钱 这时候呀 人们在羡慕之夜疑惑了 那女子的奶奶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还是说这个玉如意 只是偶然得到的 于是啊 众人纷纷开始好奇 但是女子说这个玉如意 她也没想到是这个来历 至于奶奶的身份 她表示不能轻易透露 奶奶怎么得到的这块玉如意 她也没听奶奶提起过 现在奶奶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块玉如意也就没法考究了 女子啥都没说弄得颇为神秘 但是啊 这属于人家的隐私 于是专家也就不再追问 不过这个玉如意 代表着奶奶对孙女的爱 女子表示会好好保存这个纪念物 不会因为她的市场价值高 就随意卖掉 这时主持人也说道 你奶奶要是知道 你这么懂事也会很安心的 女子天后连连点头 随后就带着东西离开了现场 那么对于这次的健保事件 你怎么看呢 如果这个古董欲如意 是你的东西 你会选择一直保管 作为对奶奶的思念 还是说把它卖掉 换钱改善生活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